这个佛法里面讲一切众生平等 平等从哪里讲起呢 是从同一个性体变现出来的 所以它是平等的 那么诸佛菩萨也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六道众生也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不但有情众生 我们今天讲动物 人也是动物之一 是性体变现的 植物矿物 乃至虚空还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世界最有一切众生 于性海中 其无民风 造此共业之所结成 故意泡欲止 色身 在由性光之所变现 故意隐欲止 此事此身 与泡影同意原生 可见身世 亦与泡影同意虚妄 岂可弥为真实 这一段呢 说得非常好 说明我们的身体 我们这个世界 是从哪里来的 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首先告诉我们 世界是由一切众生 共业变现出来的 文言经上跟我们讲 业有两种 业种叫同分健忘 业种叫别业健忘 望着虚妄 无论是同分就是共业 大家有相同的 相似的地方 别业是不相同的 个别的 无论是同是别 都是虚妄的 这一段文虽然不长 已经说得相当详细了 信是真如本心 还是比喻 真一线 广大 无有边际 所以把它比喻作海 这个名词 在现代哲学里面 称它作本体 也是说宇宙万法 从这个本体生出来的 你说现出来的都可以 它是能变 它是能生 无量无边的世界 是它所变 是它所生 我们把这个本体称之为 性海 这是佛学里面的 用这个名词来称它 一切众生 是同一个性体 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的 这个佛法里面讲 一切众生平等 平等从哪里讲起呢 是从同一个性体 变现出来的 所以它是平等的 那么诸佛菩萨 它也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六道众生 也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不但有情众生 我们今天讲动物 人也是动物之一 是性体变现的 植物矿物 乃至虚空 还是这个性体变现的 所以力量自性之外 就没有一发可得 全都是自性变现 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 情与无情 同源终至 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说的 情是有情众生 我们今天讲的动物 是法界里面的振包 无情是我们讲的生活环境 植物矿物 因为都是自性变现的 所以叫同源终至 语言是圆满 总之是成佛 那么佛说这个话 这是超越我们的常识 我们乍听起来 很难体会 这句话要说的粗俗一点 就是人可以成佛 这个一切动物可以成佛 植物矿物也成佛 这个我们就很难懂了 为什么植物矿物也成佛 同源终至 就是统统都成佛了 因为它是一个自性 一个性变的 那么在有情叫做佛性 在无情我们叫做发性 发性跟佛性是一个性 无二无别 都是自性变现的 这个境界确实是很难体会 如果我们用梦做比喻呢 也能够略知一二 梦境怎么产生的呢 这现在一般人大概都能想的 是我们的下意识变现出来的 意识心变现出来的 梦境里面 有有情众生 有自己 也有许多人物 那个梦境里头 也有植物 也有矿物 也有虚空山火大地 不都有吗 可见得 整个梦中境界 都是自己的意识心变现出来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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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